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聚演童 今天很開心邀請兩位嘉賓 我平時講到創意創業 但今次邀請來一位醫生和護士 就是醫生朋友Terry和Cherry 首先歡迎你們兩位 這麼奇怪,為何會邀請醫生和護士來? 不要忘記,其實醫生也要運行診所 他是私人執業的 所以今天跟兩位聊一下 關於他們做神科、專科裏面 其實做診療的時間裏面面對什麼情況 以及很實在的如何營運 近陣子的加上 大家都知道畢業的時間裏面 有幾位狀元做醫生的理想 被某位律師覺得 這不是應該的 其實有他也是做的 首先問這位醫生 其實選醫生有問題嗎? 其實我覺得讀書聰明與不聰明 都是一個比較刺耀的事 的確是做醫生要記性好的 因為始終醫學是需要時間浸淫 還有需要記一些醫學上的東西 所以考試讀書聰明 其實記性好會是一個優勢 但其實再比較緊要一點 其實就是我覺得做醫生 是一個很需要使命感的職業 所以其實就是讀書好 他有一個優勢 他想做醫生 其實我覺得是可喜可可 因為其實始終都是我們可以 用一個很直接的方法 用自己所學的東西去幫助病人 但是中間其實會是辛苦的 所以保持著那份使命感 保持著那份熱誠其實都很重要 我想真的 醫生本身裏面 除了你讀書要厲害 記性也好等等之外 那個passion 你的使命感 我想其他項目幾不同 因為救人 要幫人這個心 又有其他項目 你哪會需要的 所以如果真的成績又好 有這個心的話 醫生都是應該的 因為我們都需要找醫生幫忙 有很多個最差的時間 說你們比較特別的是 腎臟科 沒錯 專科醫生 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腎科 在香港裡面的比例上會是怎樣 讓其他人了解多一點 因為一般人會看普通醫生 家庭醫生 或者見很多專科都有 腎科聽到最多就是洗腎 相關的東西會是怎樣 不如解釋一下究竟 這個腎臟科在香港的情況 沒錯 其實我們在讀腎科之前 其實我們都要經過一個 我們叫做內科的訓練 通常訓練過程是這樣的 我們就醫科畢業 讀五年的 然後第六年就會有一年的實習 然後實習之後 我們就叫做正式執業 如果你想讀腎科 其實頭的三年 都要經過一個叫做內科的訓練 其實有些人會問 什麼叫做內科 其實內科就是關於你 心肝鼻肺腎、腦、皮膚、關節 這些是內在的問題 如果你讀了這三年之後 你考取了一個初步的專業士資格 就可以再選擇心臟 譬如有些朋友會選擇心臟 有些會選擇腸胃 有些會選擇皮膚科 腎臟是其中一個 我們可以讀的專科 專科訓練其實腎科也是三年的 其實中間我們主要接觸的病人 當然洗腎是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但其實除了洗腎之外 其實都有其他的 譬如說有些病人 他還沒差到要洗腎 可能他的腎功能不好 他小便有問題 那些其實在洗腎前 我們都有很多的病人要照顧 如果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年輕一點 他做了洗腎之後 他有一個機會去做換腎 就是所謂腎臟移植那些 那其實腎臟移植的病人 都是腎科醫生專門去看 那香港腎臟科醫生算不算多呢 都比起其他的專科 可能都屬於少數 如果香港現在來說 大概你說全香港 就是公立醫院加上私人執業的 其實腎科醫生有專科資格 大概有130個左右 都幾少 相對比較少 相對比如心臟腸胃 腸胃科那些 腸胃科那些 其實都屬於比較少數 原因是甚麼呢 會不會是腎科麻煩 難讀 還是可能都未必賺到那麼多錢 所以少人讀 很實在的 沒錯 這個是事實來的 譬如說你講近這幾年 一些科目是比較受歡迎一些 譬如說當醫生做完內科訓練之後 譬如說腸胃科 或者是心臟科 皮膚科這些 就比較受歡迎一些 當然是有一定程度 就是醫生也會有興趣的 另外的確是可能是前景方面 將來的選擇可能會多一點 始終因為腎病 很多病人始終都在醫院接受治療 所以其實很大部份的腎科醫生 都集中在醫院 照顧我們洗腎或者換腎 比較多 可否這樣說 剛才你說的心臟皮膚等等 沒錯 因為他們容易私人執業 所以某程度上他們計算 先說計算 先不算是興趣 計算上面他們收入等等 或者是一些客戶群 病人等等 是會容易知道大約多少 但你說腎臟 是有時候想一想一想一想 所以真的有醫院 沒錯 即使他讀過這些專科多 都可能要進去公家醫院裏做 才會有客人 好了 好像你私人執業 是不是再少很多 香港除了你之後 加加上有多少個 是私人執業腎臟的專科醫生 私人執業的腎科醫生都有 香港都有很多很資深的腎科醫生 不過為數坦白說真的不多 可能是以我依稀記憶 可能是二十至三十位 真的不多 但香港腎病人很多 香港腎病人都是很多 所以其實就是 我們雖然說是腎科的專科 但剛才我們都提及過 其實我們的專科訓練之前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很全面 我們叫做內科的訓練 所以其實在私人執業來說 其實有很多 反而我們會比較著重一點 有沒有一些好一點的治療方案 可以幫一些病人 就是預防新病 即是變成希望他這輩子都可以 不用洗手 這樣就最好 所以其實我們會放很多的時間 譬如說我們的糖尿病病 我們有高血壓的病人 或者有腎石的病人 這些其實如果病人 是有一些很好的治療 有適切治療的話 其實是可以大大減低 他們將來要洗腎的機會 所以我們反而是很著重這一點 這個就是做醫生 和普通生意人的分別 生意人希望你買多一點 做多一點 但醫生來說 當然希望病人不要有這個病 所以你寧願做多一些前期的事 因為很坦白的 要光顧你們 都不是一件好事 對 沒錯 剛才有同醫生說 你最好沒有見到我 我也不會見到你 但沒辦法 始終你都要營運自己 一個的診所 而且很實在 這也是一個生意的模式 雖然說每一次的嘉賓都說 他做老闆是不可以虧錢的 但是問心做醫生 雖然說你用自己專業出來 去營運或者去幫助病人 但每次姐姐都要出糧 你的診所都要一些租金 基本的洗費是不能走的 所以都要基本的營運 好 雖然知道香港這個市場 公家醫院比較多病人去那裡 總有一些會賺私家 可否這樣說 找到你還是有錢的 當然有錢人 其實應該這樣說 每一個階層都有 當然有些可能是家境會富裕 其實也有一些未必是家裡很有錢 不過其實她有一個很急的問題 很多時候始終排政府醫院 那個時間都是會長來的 甚至乎很簡單的例子 我昨天提了一個女士的病人 她在尼泊爾那裡來的 她很幸運 幾年前有一個急性的實驗 在政府醫院看開 那一路其實是很穩定的 所以其實她已經可以去到 三四個月時封七日遲 但是她突然之間 那個小便有很多抱 她上次一口抱 她就很擔心我實現辦法 其實在政府醫院那裡覆診 還要等多幾個月 變成中間這些這麼急的情況 有時候就算她們未必很富裕也好 其實都有機會會找到我們 所以經濟環境每一個階層都會有 我們希望盡量 我們都明白 有些可能經濟環境不是很好的 問Cherry就知道 真的有時候經濟環境不好的 我個人來說 我是有些病人 如果是回得來很密的 我們經常都會面疹 所以Cherry經常說 醫者服務 你又不收錢了 醫生洗雙口又要錢的 是呀 你這樣經常不收病 有良室的放心 是呀 我都要靠她 她都要定期要看我 醫生經常不收錢不行 要看著她 但沒辦法 至終醫生這個工作 為何那麼受人尊重 是有很多病是最無助的事情 她不知道怎樣處理 如果因為淺然不能夠得到適切的治療 是很無辜的事情 但沒辦法 譬如我們的醫療制度 要等那麼久 有這麼急的病 尤其是腎這些 可以很短時間 差很遠 沒錯 這些真的有難處 幸好還有這麼有心的醫生 都是很實在的 了解這件事 了解了私人執業 雖然有這樣的情況 但都很幸運 不同階層的都會去找你們 可否這樣說 因為其中一部分 可能在腎病當中裏 保險也會遮蓋 有些人可以幫到手 所以也會出來私人的地方 去看這個腎病 但很實在的 你有腎病 這個類型的病 我就聽到 譬如說很多朋友 覺得其他病 除了癌症也好 都可以很清楚知道會痊癒 但私人有腎病的朋友 除了換腎 這麼明確可以令你的腎好些 其實是沒有的 反而會不會是一個 極度長期的病患 所以你的客人 找到你們之後 都有幾長的手尾 都會看到你們 經常都要找你們 是 也是 應該這樣說 通常找到我們 都可能很接近 要洗身的前期 很多時候會在不同的渠道 譬如說 政府醫生會跟他談 長遠的腎病怎麼處理 很多時候 譬如說病人 告訴他都有洗身 其實很多時候很無助 因為其實他不清楚 洗身是怎樣的治療 要怎樣去進行 做了之後 他的病情是怎樣幫到 其實他們很多 都未必很清楚 有時候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會來私家 拿一個叫做 第二回合 有時候我們可以用多一點時間 解釋給他聽 其實洗身是怎樣的 的確是很多時候 他們會有很多焦慮 很多擔心 很多憂慮 尤其是香港現在 很多需要真的洗身的病 其實是長者 其實長者本身身體虛弱 很多人都擔心 會不會洗得越洗越差 如果西神要 家人要給很重的負經濟負擔 要照顧 所以其實中間有很多 牽涉到很多很複雜的 無論是心理上 身體上 家屬的焦慮 其實很多很多事情 是要兼顧 我覺得我們腎臟的 這個專科率想 面對問題的情況 和其他的疾病 有些很簡單 心肛狗冒 斷骨那些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這個牽涉 你剛才提到 除了身體上的問題之外 心理上 沒錯 家庭上 整體性會很大 所以為什麼 今集會有Cherry在這裡 因為我知道你們診所 很特別的地方 除了一般醫生 所以很有心 提供很好的專業意見 幫助病人 盡快治好他之外 正正有你的團隊 幫忙 幫助到不同的病人 可否介紹一下 Cherry又可以說一下 究竟你們的工作 和其他診所有什麼不同 最主要我是幫馬醫生 在診所上 和病人溝通 例如最基本 例如登記等等 可能我們會有一個 特別小小的東西 就是我們都會 例如電話上面的溝通 WhatsApp上面的溝通 可以隨時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打回來給我們 或者WhatsApp給我們 說回可能有什麼擔心 或者情況如何 我們可以即時貼身一點 跟進 一般我印象當中 或者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試過看醫生 打七日診所 那些姑娘姐姐都很忙 常常找到 會不會是因為你們的 患病的原因 那些病人可能很急 或者可能很多事的問題 是可能影響人命的 所以你們會特別有這樣安排 而且以我所知 你是極度很服務 24小時按摩 所以你不用睡嗎 你們可以這麼好服務 其實很老實說 很少病人 真的會晚上 過12點之後打給你 我最晚收的 都是9點20點 可能已經睡了 都還沒的 但是當然 她這麼晚打給你 其實她有一定的急切性 和擔心 作為護士 其實第一件事 最主要就是幫助怎樣去安撫 告訴她 即是情況不需要擔心 甚至是萬一情況轉差也好 我都可以直時告訴她 讓她看看會不會有什麼 即時的幫助 可以幫到她 甚至其實可能情況 未必是她想像中 那麼令人害怕 或者那麼差的時候 最重要是安撫她 聽完我想問你 其實這個安排 是你本身開診所正義的設計 還是剛好遇上一個 這麼愛心的護士 Cherry你才會有這個服務 其實就是在政府 很多年的訓練裏面 或者工作環境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政府醫院成的 或者我們這樣說 就是我們很強調的一件事 叫做Continuity of Care Continuity of Care的意思是什麼 譬如你想想你在政府醫院 你有一個親人入住院 如果星期一至星期日 是七個不同醫生看的 其實就是每一個人看 就是看幾分鐘 是 即是幾分鐘 是 即是幾分鐘 變了其實對病人 有很多事情是不了解的 是 真的 我們很希望做一件事 就是怎樣呢 就是有一個病人 他第一次來看我們 我們了解了他的情況 就算其實我們看了他半個小時 看他一個小時都好 都是一個snapshot 即是很片面 雖然我們可以很長時間 在第一個會診的時候 問到很多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病情會變 病人吃藥的反應又好又不好 有些人有副作用 有些人就反應好些 其實中間這些變化的東西 如果你不在馬上那個時間 你catch到它 你就錯過了一個黃金機會 所以其實我們的診所 我們很希望做到 就是由我一開始出來 我都有一個信念 我覺得就是每一個病人 其實你看完他之後 應該過了兩三天之後 你應該跟進回他的情況 你是應該這麼做的 變成第一個病人會放心 第二就是如果病人 剛好第一次看完 有些人忘了問 又不好意思阻礙你 看了他很久 有時他就會再問 變成其實我們在建立的是什麼 是一個長遠 和我們希望有一個深厚的關係 即是無論是我們和醫患之間 那個關係 除了說真的是醫生和病人之間 很多我們希望 你當我是朋友 你有東西你不怕告訴我 我都經常跟病人說 你吃了一些藥 你真的覺得不舒服 你不用怕不好意思 你一定要告訴我 因為有些人 就是吃這隻藥很好的 有些人吃就沒有那麼好 我們最要知道 就是你吃完 有什麼反應 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我們可以即時可以調整 所以在整件事上面 其實我就很感激Jerry 因為其實有個病人 去到我的診診室 去到我面前 其實Jerry做了很多前期工作 他要問病人 譬如說 大概有什麼不舒服 你看 會不會家裡有什麼報告 記住要提他帶回來 在診診期間 我們有什麼要祝福病人 Jerry又會及後 也會再提他一次 接著過兩三日後 Jerry親自會打電話再問 還有24小時有個診所電話 隨時就找到Jerry 所以其實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很幸運 因為其實你開診所 或者你是請一個護士同事 去幫他看 很少人像Jerry 可以這麼盡心盡力 很難得 很難得的Jerry 我想問一下Jerry 你是否讀書時已經有立志 會要做護士還是怎樣 其實機緣巧合 都算是一邊讀書 從小到大 都是堅持去理科那方面 當然都比較轉接 我最終都去到護士學校 畢業成為護士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 醫生果然一定會很有 醫者父母心的感覺 護士的姐姐 說真的我都願不少 很多護士姐姐是等下班的 說真的 她好像很不願意做事 那樣 變成基本上 你所說的登記 可能執藥 基本事情 你真的看見她 可能給多個笑容 你也會少 正確 變成印象當中的護士姐姐 有時就未必會 好像你這樣 又會這麼用心去處理 我想跟人的特質 也有很大關係 還有我想 你這個過程裡 如果有興趣想著 可能收讀醫護等等 工作的朋友 你就要想想 當你的人的特質 是很認真做的 當然又不要拍攝底 有些部分 你發現醫生是愛死他的 很難得有這樣的護士 你不會想換 我想其實價值 是來自這裡 你做好你的事 大家都是讀同樣的東西 怎樣會令護士的上司 或者醫生 會更加信任 這也是其中一部分 當然也因為這樣的原因 可以幫助你們腎臟的病人 有更加貼心的服務 因為是太長遠的時間 是的 整件事 但會不會因為這樣的原因 有這樣的服務 這樣的安排 這麼好的幫忙的護士 是令到你 很多病人都會留得住 甚至乎會有很多referral 是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多原因 這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很多朋友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都會介紹自己的家人 或者朋友來看 Cherry的確是一個 幫到我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舉兩個很簡單的例子 有一個伯伯曾經來看我 其實都年紀老了 拿著個怪獎 有血壓高 還有就是腎功能一般的 有一次來看 就是它水腫也很重要 水腫也很重要 即時要幫它處理的東西 就是燒了水腫 其實我們即時就幫它做些什麼呢 我們在診所那裏 就幫它打了針去水針 通常打完去水針 大概二三十分鐘左右 就開始小便就急了 但是伯伯 就剛才說了 讀著個怪獎 年紀老了 我們的診所 洗手間是比較遠的 就真的要伯伯 自己慢慢地走過去 Cherry是怎樣呢 就是他扶著伯伯 由我們診所 放在手頭上做的事 他是扶著伯伯 去到洗手間 所以他不能進去 他不能進去 他不能進去 怎麼辦呢 我自己親自進去 我就站在伯伯的指甲 站在門口等 扶出來 然後我就回去體診 Cherry再幫我扶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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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 我很少聽到 或者見到 是有診所的護士 可以做到這一點 第二個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真的有些病人 行動不變 第一次來 要做登記 Cherry是自己拿一個登記的方法 譬如坐輪椅 是走過去病人旁邊 蹲下 然後叫病人說 他默書 就是你把地址給我聽 把電話給我聽 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就是 我強調一點 我真的很幸運 因為你是很難去要求 一個員工去做這件事 是 存在 我覺得他有這個心 有這個自發性去做這件事 其實我的病人是很 經常跟我說 你這個姑娘真是好 是的 照顧病人是照顧到 頂級的服務 真的頂級的服務 好像人家秘書 不懂得護士服務 是的 但當然 始終當有人有病 的時候 狀態是最無助 最不舒服 但是不好意思 可能在公家醫院裡 時間資源有限 護士就不罵你 這件事很好的 我很記得有時候 有時候打針 不是很痛的 不是很痛的 是不斷和我講的痛事 有時候沒有辦法 我都明白他又很忙 又或者他本身那個 資源等等的事情 其實你記住都是人 醫護人員都是人 可能因為編制等等 事情裡 他也有情緒所異 有時候不可以完全說 當然在私人執業部分 可能時間充足一點 所有事情都好 但是人 你都要有那個狀態 才行 剛才所說的 我真的說真的 很坦白說 醫生說了這兩個案子裡 我都很尊重你 因為老人家說真的 不同於年輕人 未必很耐性 對病人最重要是耐性 還有那種受被尊重 受被照顧的感覺 他已經身體上 有這麼重的病患 已經自己都很不開心 因為我想相對 我不肯定 長期病患裡面 可能都會加上加鬆 例如胰骨 傷骨 心理的病 他已經有很多問題 在自己身體裡 如果來到有一個 不愉快的經歷 可能會令到他 不想去看醫生 沒錯 這個會令到他那個病 延遲會醫好 所以整件事 會令到病人又會舒服 當然 講到所有事情 我 suppose 醫生的衣術 是十分高明的 這個已經是must 所以我不會特別去講 但這個是正常的 再加上這樣的療療 令到這些病人 他有這麼舒服的體驗 我想說是體驗的過程 他會更加信任你 還有我覺得這樣的模式 會不會令到他們的病情 心理部分 即實際上身體 只要吃藥 很多東西要處理 有些部分裡面 會令到他又好了 或者減輕了那部分的問題 可不可以這麼說 或者又講一個例子 是那個病人 有一大部分的功勞 都是要給Cherry 那是怎樣的 其實就是一個婆婆 都八十多歲 開頭是朋友介紹給我們看 說他的血壓很難弄小 那我們就看回他以前的病歷 的確就是吃很多藥 都有副作用 那我們是怎樣做 就是跟他調教藥物 然後Cherry是每一天 不論是星期一到星期日 是每一天就是會透過那個病人的兒子 然後就把那個病人每天量的血壓 那個病人很乖的 三四個小時是兩次血壓的 就把那些資料 就會傳給Cherry Cherry就告訴我 婆婆今天那個血壓就是這樣 我們的藥這樣調教好不好 其實就是講 用這樣的方法 跟那個病人很貼身地 去看著他的病情變化 我們用兩個星期 由那個病人每天吃四顆藥 減到吃兩顆 但是血壓比之前好 差不多二三十度 所以其實就是中間那個變化 關鍵是什麼呢 第一 我們找到對的藥是適合他 第二 就是我們很貼身地看著他 對藥物的反應 也那個病人本身很乖 會有良血壓 還有他有一個很支持 很照顧婆婆的兒子 那我們其實整個團隊 就幫那個病人提供 沒有想到護士的功勞可以 是令到這件事這麼好 是的 因為始終就是 醫生他 對我來說 因為我要去醫院情況 我要看症 變成我每一個病人 其實我都很想自己去親自問 但是奈何就是時間太有限 變成Cherry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他幫我拿到我想知道的東西 然後就跟我說 然後我們根據這些東西 再幫病人去調教一些藥物 或者是需要做小覆診 或者電話要跟他聊 所以可以說在背後 Jerry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很重要 才可以病人會有這樣 我很有興趣 為何你會肯做這些事情 又或者為何你會想到 會有一些reacted 這些很明顯是 原先請你的醫生 是應該沒有想過 是 不夠膽去要求這些東西 為何你會這樣做呢 其實本身 就是我做開那個地方 一向我們訓練出來的方式 就是 其實希望就是要貼心幫助病人 其實很老實講 你收過WhatsApp 其實真的可能浪費你30秒去看一看 不需要說太多 那我覺得其實用少少的時間 去幫助病人的時候 絕對是值得的 而且始終都好像馬醫生這樣說 馬醫生都很想 每一部分都很想貼心這樣跟蹤 但是他都工作比較繁衷 那希望作為護士 其實是希望可以幫助 減輕到醫生的工作 自己老闆的工作之餘 其實希望最重要就是 當初做護士的初衷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幫到病人 那我想問你 究竟這個是你自己個人的 性格的處事手法 或者做事的標準 還是可能是校教出來 還是受醫生感染 一定有些原因的 我想了解是哪一種 那當然是 一開始做事的時候 就跟馬醫生發覺 原來這樣可以幫到 就是幫到病人 跟馬醫生都覺得挺好的 他自己一直都是想這樣做的時候 我覺得配合少許可以 明白 我想這個真的挺重要的 一個團隊 你找到一個很好的拍檔 是 幫到你處理 也都真的很適合你這個病 這種病比較長遠的問題等等事情 這個配合非常之好 當然了 你自己開一個診所 雖然有一個這麼特別的服務 你知道現在這個世代 任何生意都科技化 都有一些 跟你的IT有很大的關係等等 我又想問 會不會其實發現到這麼一刻 當然你很好 Cherry你就繼續幫忙 還有你不要嫁人 你都不要藉絲風 因為很實在 你在老闆上面 在醫生上面 你不肯定的 員工部分 或者很多時候 有些數據聽說 如果一個病人 可能他已經記錄了 每天吃什麼的時間 這件事會好些 這些資料 其實可不可以 把它放進一些計劃裡面 或者記錄了 會不會又方便了 變成Cherry的專注 可能跟病人溝通 這些死的數據 可能放在某些地方 會不會都有這樣的安排 或者你們做診所的部分 多不多這些支持 其實每一個病人 他在診所裡有自己的檔案 是否還是花壺那隻 我經常看到很多花壺 是的 Cherry會做多一步 其實就是一些 例如看開我們那些病人 我們都有一些分類 譬如某些病人 會長期回來診所 覆診要配藥 我們會把這個病人 可能歸納 是一些比較長遠的病人 有些可能比較急些 稍微急些 譬如說他需要 今次看完之後 他可能要過幾天再看 然後再過幾天 可能又要給個電話 但這些都是要規定的 是的 不過我們都盡量 不要是一些很厚的花壺 是的 所以我們希望電子化了 是的 因為我問這個問題 我印象當中 永遠診所最多的就是那些花壺 沒錯 還有倒閉就很大件事 近來的新聞 你知道倒閉就不給病人的 因為其實電子病歷 其實相似應該是很普遍的 但當然我都明白 未必能落得到 不同的私人執業部分 還有會不會這個成本比較高 所以都是大家偏向用花壺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是病人的病歷 現在基本上我們診所 大部分私人執業都是電子化的 其實已經比較少說 醫生要守車病歷 變成我們 都可以用電腦 對 變成那個數據 其實會在電腦上面 就算你要換地方 其實就是那個資料庫 其實你隨時可以拿得到 但部分的數據 其實是會不會看得到 還是醫生自己 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 系統基本上有 但那個系統 本身一直以來 其實都是大家看醫生 醫生都會年輕一點的 都可以打 很正常的 就已經進入了 系統裡 沒錯 會新式的 因為有些很舊的 沒有辦法 那些 也有 可能會轉了 但剛才我講過 Cherry 有很多很貼身的行為 這個病人才有這個需要 或者可能吃藥的份量等等 等於是因為每一次 每一天的情況會加減 但我相信計劃不支援 沒錯 這些部分 所以我就說 其實會不會有一些這樣的 我不肯定 醫學很大的 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東西很大的支援 其實多不多 一些這樣的系統 可以幫到 Cherry一樣 或者譬如 其他醫生 沒有那麼好的護士 他們都需要借助一些program 會不會去幫助一些病人 因為有時候apps 他們自己賣的 我可能有量自己的血壓等等 我都知道 那這些科技 又可不可以幫得到 你們營運整個診所裏面 提高一些service standard 就不是依靠人 只是人的東西 有沒有 明白 這個就是困難的 如果你在香港 任何一間 就算是很… 只是香港才有什麼 就是 就算是一些很大型 連左式的診所 都其實是困難的 因為始終就是 我們講現今的醫學 其實很強調一件事 叫個人化 是 其實個人化 有少許 就和一些 你將一些東西 系統化 其實有少許 格格不入 是的 我們那個特點 就是為什麼 我們很著重個人化 這件事就是 因為事實上 每一個人來診所 他想得到的東西 或者他的需求 其實是不同的 所以正正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有時候 都不能夠 譬如說 將一天的行程 放得太滿 是的 如果是這樣 好像有個系統 幫你發生 今天就看病人 一至二十 明天就看二十一至四十 這樣 其實就有少許 反過來 就太過系統化 就變成了 好像 就變成流水作業 就變成流水作業 所以我們有少許 有少許堅持 就是說 我們不想做一個 好像連鎖式的餐店 我們反而希望 就是說 好像你去一間日本餐廳 我們一晚就是做一台 但是我們每一個 我們都用心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最好 而每一個人的需要 都是不同的 正如譬如說 有些人你去日本餐廳吃東西 他看到你左腰的 壽司的方向擺是不同的 就是這些細節位 我們反而很注重這些細節位 是的 希望我聽到 原來 醫生都可以做到 日本壽司師傅 這麼認真 你可以說執著 但正正因為 因為你甚至執著 才可以幫到每一個病人 有不同的需要 是 要說真的 醫生是值得尊重的行業 但也遇過一些黃綠的 很坦白 變成這些位置當中 如果醫生的心態 不是這麼認真去做的話 可能影響的受害都是病人 當然不要誇張 左腰右腰這些事情 但為什麼我會這樣問 因為正常的人都會覺得 可以放進科技部分 將行政的東西放進去 所以就不用將時間的焦點 沒有什麼需要 直接對到 或者令到病人 更好的姿勢當中 明白 但我聽你這樣說 裡面我學到一件事 就是原來其實 那個部分裡面 如果你可以處理到的 那種這麼貼心 或者這麼幫得到病人 的部分裡面 那種感覺 又真的挺不同 而且真的沒有想過 可以做到這麼貼心 可能這樣說 我遇到一些醫生 因為我都不幸好 所以就可能比較簡單 就是看完 就可能比較清晰 康復的部分 會有的 所以就沒有這麼 我沒有護士 但找到食嘴藥味 這件事 但如果真的去到 很長期病患的朋友 這個部分可能是極度的需要 我想說 現在你的架構 就是一般 有診所 然後有相關的護士 另外就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系統 是給你們的 那個系統不是電子的 而是人的 可能根據不同的病人的情況 而有一個很好的關顧給他們 但如果譬如說 這個模式 在香港其他腎臟 腎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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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很用心的一個同事 Cherry也是一個很好的同事 甚至是一個拍檔 我已經遠遠超越了一個很普通的員工 因為其實他在做的事 不是一個員工做人 他在做的事 是一個真是有使命感 一個很專業 亦都是我們診所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團隊 如果你說是要 全香港的診所都這樣做 其實是第一不是很常見的 還有就是 我覺得也要醫生 跟護士的同事 是一個可以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我們的理念就是 我們經常 我跟Cherry經常都講的 如果你是說 要用一句說話 去形容我們診所的一個理念是什麼 就是三個英文字 就叫做Patient Before Profit 很多時候 如果你把這件事調轉了 就是你什麼事情都想到錢 先把病人的利益 放在你的錢的後面 其實是很難做的 所以Jerry想說 為何醫生又不收診金 又沒有了 幫病人洗傷口又不收錢 我覺得我也是堅持這件事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同樣的理念 然後大家抱著這個理念一起去走 才能走得遠 就好像一間公司 每間公司都是自己的slogan 它有自己一個信念 而我的信念就是 剛才說的三個字 就是永遠你要把病人的福祉 放在你的income之上 因為你只有這樣做 長遠來說 你才會有一個長遠的跟病人的關係 還有會多些人的回運 名醫通常都是紮心人口 醫屬高明 以前的年代 現在不會放棄的 玻璃那些 都會寫這些 我想剛才說了一個很重要的點 人才 人才很重要 這已經是知識眼外的東西 沒錯 假設每一個護士 有基本能力和standard 沒錯 但這個眼外就是人才裏 你的品德 或者你本身的信念 還有你做到的那種態度 等等的事情 正正就是僱主 就會欣賞的事情 所以真的 如果你想著有一個技能的話 其實遠實力 內在的能力 都重要的這一部分 還有我想這樣說 Cherry也跟著 就是Terry這麼久 那個價值觀 是你們可以很相似 你才願意留下來 在這裡這麼久 因為我也聽過 有些可能是一些 有些不偶然 無論是那個醫生看著的護士 或者護士對著醫生 有些位置裡面不對的話 其實整天換人 都不是好事 因為首爾 我不是看到你的 而是看護士 沒錯 見證又換 感覺就不太良好 沒錯 如果有一些經常去的醫生 又是你 他又會記得 你的情況會怎樣 或者可能他之前 會跟你說 這些安排禍 這些是給熟朋友才會做的 沒錯 但是完了 經常都轉的 就未必須好事 我想問一個問題 既然講開人材的部分 當然是問專家 你覺得其實這間 在香港Cherry的護士 我想你應該會遇到Cherry之前 應該遇過不少護士 我相信 其實普遍來說 他們有沒有這些 軟實力的訓練 令到訓練出來之後 是多合適 醫生去用到的 是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每一個做醫護行業的人 朋友 在他決定去選擇這個專業 去成為他終身的事業的時候 其實他一定是有個很強的使命感 還有很坦白說 都是一些不怕辛苦的人 因為其實就是Cherry以前 其實是在浸會醫院出來的 其實浸會醫院的護士 很多都很好 當然就是Cherry 因為他一直讀書 他一直在私家醫院之前做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他一直都很掌握這個宗旨 就是要服務病人的 是要希望用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病人 但是反過來你要看 就是我們要多一點體諒 就是怎樣 現今的工作環境 對醫護人員來說 尤其是在政府 其實是困難的 病人數目很多 變成了無論是醫生或者護士 其實你對病人很多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病人分到的時間就少了 因為你上班的時間只有那麼久 如果你是照顧三個病人 當然很簡單 你照顧三十個病人 那整件事就不同了 變成其實當然我絕對明白 就是說可能有朋友去醫院或者診所 見到一些醫護界的同事 可能會有些曾經試過有些不愉快的經驗 但是我想那件事很絕大部分 都不是他們想的 很多時候其實環境迫出來 環境迫出來 我相信就是Cherry 或者她同屆的同學 或者跟她的同事 其實在決定入行的時候 都一定是很有心的 一定是很有心的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都尊重 我們醫護人員 因為他們真的很用心 還有你試試幾天幾天不睡 我相信你幾有耐性 我相信你都會發脾氣 我看量 當然工營機構的時間會比較長 於私人的執業就相對好一點 當然了 人才部份處理了 在醫間裏面 醫生私人執業 是否這麼輕易的事 因為租金 第一個反應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人才等等事情 你可否說一下這間私人執業醫生 想面對的情況 是怎樣 是 私人執業 如果你是 其實大部分都是 在政府醫院 可能做了相當的時間 可能十至二十年不等 一些可能更長的 一開始要進入私人市場 你要自己去營運一間診所 你會有很多不習慣的 因為我們以前很簡單 每天上班就是巡訪 看症 然後可能有時要按照 其實我們這樣說 很流水作業式的 其實不會有些很困難的事 但是我經常跟同事說 醫生是不會做生意的 我們專業你說看症就厲害 你說要看一間診所 要顧及很多東西 其實很困難 沒有辦法 所以一開始最不習慣的東西 就是你會發覺 原來很多東西都 每樣東西都要做 都有成本 對 燈油火納 對 燈油火納 你的藥 尤其是你問Cherry知道 我們一入藥就牙痛了 因為我們診所 有另外一個很… 叫做拿得很緊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都希望用一些 更漂亮的藥 所以我們每個月一入藥的時候 看到數字 Cherry說 你又有很多藥 輸了管家 對 所以就是 租金 我們營運的開支 藥物 其實是困難的 尤其是就是 剛剛出來 其實每一個醫生都是 你都是一個私營市場 裡面你是一個新人 你是一個新人 就好像你的樂壇 你是一個新人 你就沒有什麼名氣 所以你可以做到的就是 你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 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 你要更加注意你的細節 我想一定都是 你要先付出 付出一段時間之後 才讓病人知道 這個醫生很好 他的診所姑娘也很好 慢慢地去建立自己的一個 我們叫做Patient Base 但會不會有些選擇 不會自己開 就跟大型連鎖合作 因為有很多醫生 會坐在某些大型連鎖的地方 沒錯 是否又是另一個出路 給新出的醫生 那個也是的 因為如果是一些大型少少的醫療集團 如果那個醫生是加入他們 可能收入可能 最初會比較穩定少少 因為始終就是 有一個大的碼頭給你拍住 可能不需要那麼擔心 最初開業沒有病體 但是反過來想 就是那裡的可能 你本身的自由度又會少些 你的自由度會少些 還有就是在大集團 我覺得你要做到我們剛才那種 很個人化的一些跟進 或者工時要真的 要犧牲自己休息時間去處理 其實是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每一個醫生出來 你有一段時間都要守 是 都要守 我覺得就是 我始終都是相信一句說話就是 你把病人放在你第一位的話 自然會有更多的人來找你 其實這個是這麼久以來 至古以來 都是一般人對醫生的看法 或者醫生很多時候都盤著這個心 但是很多時候變質 可能因為都要生存 沒錯 香港這個地方 我想行業都比較難去處理一些成本 是 剛才說了那些問題 那會不會其實有些政府的支持 或者可能是有一些 譬如醫管局那邊 有一些會資助 或者支持到一些 真正的生出來自己執業的醫生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其實就是 你問我 你也很想 就是 你的嘆氣 是困難的 因為你看看客觀的數字 客觀數字 香港在政府醫院工作的醫生 大概我想 以我醫器的印象 都四千八至五千個毒 這個是在服務香港 超過九成的病人 但是香港的私人執業醫生 就超過七千個 照顧十個百分之的病人 所以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其實私家醫生 其實你去到外面 診所到處都是 你去尖沙咀 去中環 去旺角 很多醫生留的 所以其實就是 你說一出來 一個很新的醫生 其實你說在政府那方面 拿到的支援 其實是少的 是少的 還有始終就是 當然政府會有些計劃 譬如說有些病人可能情況穩定 都會希望一份私家醫生跟進 但始終那個也是少數 那個也是少數 所以在剛剛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徬徨的 你會害怕的 還有你說已經有很多了 是的 本身已經有很多 可以這樣說 讀完出來 尤其是新出來的醫生 其實是面對的挑戰會更大 因為以前的基本上沒有什麼 你一定會需要的 但現在已經有了 已經是 其實新的醫生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不知道你所知 醫生界的朋友 會不會有些是 似乎難搞 是不入政府 可能不會做其他事情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對於這麼辛苦 讀醫生 沒錯 我想我身邊的朋友 私人執業 就是以前醫院的同事 私人執業 有些都其實做得很成功 出來可能幾年時間 都見他 就是診所愈開愈大 請的人越來越多 當然也有些可能 種種制遇 或者各個原因 有些都會回政府 亦都有這樣的情況 我想關鍵是什麼 就是 在私人執業 我覺得有一件很重要 就是 私家醫生有七千多個 為何別人要找你 要不就是叫人沒有理由 就是我有一件我獨家的東西 你一定要來找我 第二件事 或者就是人有我憂 你和我都是 這個機會會大很多 是的 你和我都是做醫療行業 但是我做的每一件事 我做的細節 我都會走得很好 我覺得希望就是 透過這個方式 去等些人明白 或者體驗到 就是我們 我們未必是 比其他人好 不過我希望他們都明白 我們至少有些事情 是不同的 是 就是我們提供一些 是同一個大陸的一個診所 我們提供的 是有少許分別的 因為我都說 基本上 基於醫生的醫術 是一樣的情況之下 我為何不找一些 有這麼好服務 幾個護士的一個地方 當然 大家都知道 政府其實開始慢慢想 就是病人 不要塞在公認機構 沒錯 都想分流去私人的診所 部分裏面 減輕整個體系 這部分是好的 甚至透過 會不會處理一些 保險等的事情裏面 將這件事分流出來 想就是這樣想 實質上 你們會否有些事情受惠 或者其實你們感覺到 政府又這樣做得到 將這些病人分流到你們裏面 還是說著說著 其實我想政府很想做的事情 其實有好幾行的 當我還在政府醫院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開會 他主要都是聽幾樣東西 譬如說急症室 即急症室的輪候時間很久 變成就算有些急症室的病人 真的有需要 要上病房 病房又爆滿 是的 病房又塞了 所以其實由病人 因為有病而入院的輪候時間 其實是很長的 所以你見到政府現在說 急症室的價格 或者是有其他措施 就是盡量希望一些沒有那麼急的 一些病人希望分流出去 我想這個是一個好的 這是一個良好意願 當然是 實質的效果是怎樣 我想就言之上 可以看到的就是 政府做了很多措施 其實盡量希望將一些 病情沒有那麼嚴重的 希望可以分流出去 被施加醫生也好 或者去普通科門診也好 這個都做了很多 另外一個政府經常做的 就是那個專科門診 譬如現在你聽 我很記得以前我幫那個病人 可能他胸口不舒服 那時是2016年 2016年我幫他排過 心臟超聲波是排到2019 上座是人間的 或應該都知道到的 是的 排三年的 這是一些專科的服務 其實那個輪候的時間實在 很誇張 非常非常長的 這個其實政府也都 大力想做些事情 是 錢嗎 是的 沒錯 如果以一個商業市場來說 有一大群有需要的客戶 其實如果審得到 在你們身上的話 其實有7000多個醫生 應該都會很肥美 但問題就是 那個過程還要上審 但事實上 中間出現的問題就是錢 沒錯 其實客戶口說 是不是純粹只是錢 還是還有其他原因 我想那個負擔能力 就是我們在說 你也沒有辦法 因為太長了 因為這麼長 如果私人和公間 我想是差多少倍 如果大藥 如果你說一些 譬如腎科 你真的 譬如假設 我們這樣說 比較輕輕一點的 還不至於洗腎 譬如說有一個病人 他有糖尿病 有高血壓 他看一次醫生 他可能去私家 配一些好一點的藥 一個月都可能 1500-2000元 甚至可能藥比較多 會更多 但政府醫院 你去看專科門診 一起拿藥 可能拿三至四個月 可能200元都不用 是十倍的價錢 十倍的價錢 所以其實分別是在 為什麼分別會差那麼遠 就是很多時候 因為在私營市場 我們希望 都可以幫病人 找一些好一點的藥物 變成其實那個價錢貴 其實很多時候 就不是醫生收入貴 其實是因為那個藥物 那個成本其實是高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們都很希望 就是那個病人可以醫得好 其實醫得好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醫生幫你找到 正確的藥物 你醫時吃藥 那就會醫得好 如果你來看完我 聊天之後 感覺良好 但你不吃藥 那個病其實是一樣 所以要治療好 是貴的 但是我們都覺得 你要放一個成本 所以要放進去 以病人來說 快點好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但是當然 譬如藥 正常 好好的藥 快點好 為什麼不選擇呢 一般最理想 最直接的這個想法 但是 都是貴的問題 沒錯 當然除非你真的很有錢 當然不覺得 但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有些人會借助保險 沒錯 概念本身都是這樣的 就是不算投資 純粹是你以防萬一 沒錯 因為過往自己也有些不同的朋友 真是幸好有買到保險 是 變成很短時間可以去私家醫院 很短時間裏面 可以用最漂亮的藥 這樣就可以處理了 但是問心的 亦都真的 如果可能有家庭的問題 經濟上的問題 買一份保險 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事件裏面 沒辦法了 一定要去公營機構 這個希望政府 好好地處理 甚至乎在藥上面 公家醫院上面的藥 是否可以多些 更漂亮的藥 甚至乎有些很專科的藥 我知道有時候的名冊裏面 很多時候都沒有 很獨特 因為雖然說腎 但我知道有些很獨特的病 那些藥本身 是沒有辦法在公家 是一定要出來私家 是沒錯 永遠都在說錢的問題 真的 遇到病 最大件事就是最重要是沒有錢 可能未必是 完全是因為錢的原因 令到你的病情 時間都頗重要 是沒錯 時間都要競賽 所以這個部份裏面 希望政府如果有支持 我們很多人 身體都可以繼續保障 但還有一句 這個 我知道醫生經常說 我可以代理來說 但之前做好 你就用心做好 你自己的身體 不要說 你自己有事先找 因為你們其中一個工作 都是去令到別人 去小心自己的身體 預防 性於治療 這個醫生經常說 這個 等我今天也說一下 才有機會 今天就差不多了 謝謝兩位 我向你介紹了 真的很有心 從事醫生工作 自己的私人質疑 醫生會怎樣 如果你想著 真的 快要畢業了 都想做醫生的話 所以面對情況會怎樣 謝謝兩位 謝謝你 希望大家不要找他 不需要找他 真是健康 各位 拜拜